青青島 春天來臨 超有效招桃花束 我告訴你 現在跟大家介紹一個 這個叫做 維納斯的新月許願法 你反覆做12天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真命天子 會默默的靠近 真的有效 對佛教稱為 今天臥室 跟桃花最有關就是床 旁邊一定要乾淨漂亮之外 要有一點點我們說的碎花圖案 地桃花 外雙膝的你進攻 求桃花 比較有名的是 金城武的經紀人 結果他在一年半 果不其然 他找到了他的真命天子 跟桃花最有一個好者 好香喔 我看到門進一島 春天來了 桃花最有看好了 好 好 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因為我覺得這調查有點傷人 就是三十 在台灣三十到三十九歲的 失婚女性當中呢 竟然有六十一萬都還是單身 有部分人是覺得說 其實我單身也很快樂 很OK 但其實還是有很多很多人 真的期待說春天來了 其實是嘗試很多辦法說 可不可以擺脫單身生活 對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要教大家如何招桃花 那可以斬掉一些爛桃花好不好 哦 那一邊起來我們三位高人 歡迎三位老師 嗨 一邊來臨 每個單身男女都希望心中的那個人 感到一線 而今天我們邀請到了三位 不同領域的專家 來介紹我們招桃花的好方法哦 而今天我們也來了四位女藝人 與我們一起解惑哦 你本身有做過什麼樣招桃花的動作嗎 我有拜過月老 就那個時候還是 可能三個一起我們出專輯的時候 然後就有去過 就是廟裡面 然後就做專題 然後有拜月老 然後拿那個紅線 下海神皇廟 我忘記哪一個呢 反正就是有祈求 就因為那時候你也不知道 對哪一個對象講 但就祈求說 可以早日出現那個好的姻緣的人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啊 有準嗎那時候好了 而且 我也忘記確切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但是反正我就是 現在就結婚啦 所以我就覺得還不錯這樣子 感覺是想要謝呢 明明之中就是要簽起來 然後我有一個同學呢 也有去拜過月老 因為他也是單身非常久 然後也是拜完沒多久 就找到了 交到男朋友 那月老媽其實我也去拜過 可是因為那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並沒有很想要 就是有一個對象 你拜的應該是說 月老啊 記得我的長相 好女孩 千萬不要讓他在一起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我在拜的時候 我自己那時候腦海中就 就沒有什麼想法 沒什麼畫面 只是因為那時候有些節目去拜 對不對 問一下各位 你們為了這個 自己的桃花 招桃花做過什麼樣的努力嗎 甜甜 有啊 我很多 其實我從 我從陽間到陰間 我都會去 蛤 真的 為什麼不留在那邊就好了呢 欸 你幹嘛我講話 嚇死人了 因為其實在我們在那個活著的時候 任何方法我都試過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都找不出任何問題 於是有一天呢 我就找到了一個地方 他是會到地獄裡面去看你的 觀落陰 有點像 他好像是觀原城吧 還是原神 可是我們是活人 怎麼會在地獄看到我們 所以我覺得很妙 他就說其實我 你看到房子啊什麼那些 對 類似 他說其實我們每個人 這輩子的不管是你的錢有多少 然後你的貴人有多少 然後你的桃花都在那裡看得到 然後他就下去了 是他本人下去 可是沒有任何儀式 因為我就是還是 坐在他面前這樣 然後他下去看完之後 就起來了 他其實沒有 真的蹲下去起來 就只是 幫懶星的意思 幫懶星 然後他就說他看完了 他跟一個體力蹲下幹嘛 他跟一個人下去 然後蹲到土裡 那就是嚇死人 抓地板下面不見 沒有沒有沒有 後來他起來說 他臉色就很凌重 他就 他就說其實呢 每個人在地獄裡面 都有一碗飯 飯代表了你這輩子的錢財 然後都會有窗簾 窗簾代表了你這個 這輩子的一些人緣貴人 然後還有每個人都會有桃花的 就是一株桃花 就看你這輩子的姻緣 然後他就說 你的桃花 人家是枯萎或凋謝 然後你聽到這個已經覺得很悶 麵包蟲 太氣了 對 麵包蟲 那個人是新聞事件 然後再來他就說 而且他就說 人家的飯 在有的比較衰的 可能剩一些 或者是三分之一 他說我整碗都吃光了 就是那個飯都沒了 然後他說我的窗簾呢 全部都破破爛爛 不會有貴人 所以你後來花多少錢 去補這些東西 其實 當他下去看 你看一樣東西的話是300 那後來要解決 他還跟我講說 不是一般 就是有的人太嚴重棘手 他沒有辦法解決 他說 禮拜三他們會辦事情 然後叫我來 他就說要解決一件事情 三千塊 總共解決完是九千 啊 就是買窗簾 對 早知道買窗簾就找你 幫你找我就好了啊 對耶 不是關起來 他就是補那些東西 而且 那只是補的費用 可是到後來他說還要 燒金 主要是另外你要擲多少燒多少 這樣子 啊就已經那晚 但你還是繼續做對不對 因為你已經聽到了 沒有 可是後來我太聰明了 我覺得 我冥冥之中有人在幫我 你太聰明了 因為我後來沒花那筆錢 聰明應該就不會去了 沒有 因為你知道 我要臨走之前 要跟他約好時間的時候 我就突然問說老師 我有沒有被鬼根 老師就說 啊不要緊不要緊啊 那個不會傷害你 我想說 那就表示有啊 然後他就說好 我幫你處理一下 他就 他就說好了 他就走了 他走了 然後後來之後 我又帶朋友去 因為我覺得他超靈的 然後我就帶朋友去 去之後 然後朋友也是問 然後也是蠻慘的 然後我又問老師說 老師那我有被鬼根嗎 老師就說 那一個不會傷害你 我就說 可是你上次不是說 處理掉了嗎 他就說 上次那個走了 現在新的又來了 所以我就進去那邊 這種到底有沒有可能是 去我要講一個 什麼地獄不地獄 叫做因果 人生桃花分兩個 一個叫肉生桃花 一個叫靈魂桃花 所以有可能 肉生桃花雖然沒有開 但靈魂桃花其實開爆了嘛 有可能嗎 對 像我們這樣 像我們這種 像我們這種 像我們這種端庄高雅型的 內向含蓄的 可能靈魂是充滿了想追求愛 也不一定 回到原點 為什麼要找 肉體充滿桃花 不是啊 不是啊 你們的重點 就是納豆啦 他那個什麼地獄什麼也好 或是你說那個月老 那是累世的因果的一個 排除 假設 假設 假設你前世是個花公子 你這一生來 沒有白癡的午餐的 那你可能要還的 那月老月替你單 那麼你就可以花錢 你會不會為了自己下輩子的擔憂 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講我們說的靈魂桃花 那等一下我們之後會講 面向桃花 風水桃花 流年桃花 是水肉身的 聽說小優 我覺得我當時用的應該是 我覺得台灣女生應該都有用過的 因為那時候我剛剛就是初戀分手 然後就好想交男朋友 然後一開始姊姊就在夜市 買這種粉筋給我帶 喔 水筋 應該大家夜市都會買吧 桃姐說 喔 給你告訴你 這戴下去 馬上男孩子在追你 然後又試了兩三個月又沒笑 結果我朋友就說介紹我去一個地方 就是 他說很多藝人啊 都會去那邊 綁那個水晶的 頂好米彥晨 對 你去綁過喔 沒有 很多人都去綁過啊 真的很多人都去綁過 是喔 我們剛剛就是在 我們都有綁過 都有綁過 為什麼要說綁過 就是他可以為了你專門挑 對 長度 對 而且重點是 非常貴 對 他很貴 而且 他會用話術讓你就是越加越多 他就會說 我跟你講 你再加這個的話 你就是會遇到正圓 然後你再加這個的話呢 就會遇到 是比較 事業性比較強的男生 那個上流社會的人 對 然後還要再加上一點紙水筋 對 因為五指金 要你一直買 一直買 所以大概綁一次 平均是多少錢 因為他手滿了之後 他會叫你帶手指 因為他會跟你講說 你帶小拇指 他可以幫你擋掉一些 不好的情敵 然後五名指什麼 你手都綁滿了 那大概要多少錢這樣子 一條好像幾千塊 對 三四千 我那時候綁完大概三千多 一條而已 對 而且他會就是 出示很多藝人的照片 對 都合照 水晶的部分 那個 徐老師 請問是不是有些人 其實只要花小小的錢 一樣的效果 我今天有帶了一些水晶來 其實水晶 非常非常的有效 但是呢 水晶跟你的手機一樣 你帶著一個手機呢 如果手機他沒有開機 你就不能用它 對 水晶呢 你要讓它開機 所以說我今天帶了一些水晶 水晶要怎麼用呢 那時候我記得 在帶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要先消磁 對 消磁呢 好像有一些比較 鹽巴 第一步 你就要先消磁 比方說呢 你去買那個海鹽 然後你把水晶 泡在海鹽裡面 泡一個晚上 要加水嗎 它就是乾淨 直接加鹽 還是鹽加水 泡在海鹽的水裡面 因為水晶 它的其實它的化學成分 是二氧化系 它是拿來做手錶的 所以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功能 它可以記憶我們的思想波 就是我們的念頭 我們的念力 我們的許願 水晶它可以記得 所以每一串 如果你帶酒 會有累積你身上的思緒 就是新月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我們人呢 你許願的時候 這個願望呢 最容易實現的這個時候 農曆初一嗎 農曆初一 每一個月的農曆初一 農曆初一 然後呢 你要持續做十二天喔 那比方說 你如果是一個手錬 像這個手錬一條兩三百塊而已嘛 很便宜 或者是說你有一個水晶 像這樣子的墜子 好好可以戴在身上的 然後呢 當你拿著這個手錬 拿著這個水晶的時候呢 洗完澡的時候 是一個很好的時候 然後呢 就告訴自己說 我希望愛情能夠靠近我 然後呢 我是萬人迷 很多人會喜歡我 其實你的意念 非常非常重要 然後你就要呼吸 然後感覺你呼氣吸氣 你呼氣的時候 把這個你的意念 傳到這個水晶裡面 然後你會發現這個水晶 會產生能量 你的手會開始麻麻的 會麻麻的 會麻麻的 你會因為那個水晶記錄了你身上的能量之後 它就開始會散發一種頻率 然後你會手會麻麻的 這個時候你就把它戴在手上 然後沒有感覺到 不代表他沒笑 沒有感覺到他還是有笑 連續做十二天 然後你把它戴在手上 你第一步呢 你會感覺到就是說 欸 我人緣變好了 我去公司上班啦 我在學校啊 欸 怎麼其實 大家都開始變得喜歡我 我開始變得 欸 覺得人緣比較好 然後大家都喜歡靠近我 之後你就會發現說 你對這個做法 會有信心 然後你反覆做十二天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真命天子 就會默默地靠近你 真的 真的有效 真的假的 而且我用過 我是每天用 難怪你自己一直就求什麼 而且你告訴我 我一直催眠我自己 我好帥 在節目上出現 不是 不是 真的有效 這自我催眠 那個信心一提升起來 我以前國中很自卑喔 後來高中專科的時候 就告訴我自己 我好帥 我用那個 那個整個信心就 啪 上來了 你知道嗎 太多了 真的嗎 對 一些狂 西洋的神秘學 還有心理成長裡面 自我暗示 跟自我催眠 這件事情很重要 其實水晶呢 它當然它可以記錄你的磁場 但是最重要是那句話 每個人都會喜歡我 我是萬人迷 你常常呢 對自己這樣子講 你就會變成那個狀況 大部分的女生 一天24小時 除了睡覺以外 她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擔憂 沒有人愛我耶 沒有人喜歡我耶 都沒有人 我都沒有桃花怎麼辦 她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在煩惱跟抱怨 都不正向思考 對 不正向思考 我就是要正向 但是她就 這個子晴是不是也有什麼 有一個什麼咒語 有一個桃花 對 桃花的咒語 就叫做 歐叔叔花梨嘰嘰阿萌 這個咒語 啊 歐叔叔 你這樣講慢一點 歐叔叔怎麼了 這是 歐叔叔花梨嘰嘰阿萌 歐叔叔花梨嘰嘰阿萌 這是什麼語言 這是一個 這是在網路上的咒語 然後我聽說很厲害 然後我之前也有試過 然後就是在每天晚上的 7點到凌晨1點 這個時段的中間 默唸兩分鐘這個咒語 然後要七七四十九天 然後呢 就可以修成鎮狗 那要唸幾遍 連唸幾遍 兩分鐘嗎 一起唸幾遍 兩分鐘 不限次數 這樣就是要唸兩分鐘 要誠心誠意的唸兩分鐘 那這個 請問一下三位專家 這個是真的有的嗎 請去喔 真的有 只有詹老師相信 這個的意思 跟剛剛講說我很帥 我好英俊 好多人追我 我充滿了燦爛的那種心情 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不講 追正常語言就好 啊如果你自己講正常語的話 他可能是 有人會都是唬爛的 你不可能 像我剛剛講就覺得很好笑 其實那個就是 有這樣的意義在 第二個那個咒語 可能是在求一個 什麼歡喜神啊 愛情神加持的意思 他就加碼了 可是為什麼另外兩位老師覺得是 我剛剛不太誇張 嗯 是 子晴他唸的 嗚 叔叔 阿里 阿姨又叔叔 其實是 阿里頭 阿里頭 其實唸什麼 阿里頭 子智阿頭 不是阿摩 這真的有那個 摩是牛在叫了 阿摩 可是唸的正確這個我們聽知道 怎麼唸 我們這邊是 嗚 叔叔 阿里頭 子智阿鴻 嗚 嗚 嗚嗚 嗚呼 あ 嗚嗚 這是有學學的 這是有這個 真的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秘藏的咒語 偷咪李 偷咪李 天天我勸妳好好的記這個咒語 會不會真的有用 偷咪李 趕快把它拍起來 子晴剛剛做的是上半段 上半場 還有一整 是 只是有效果 只是 對 他唱了一半 下面一整 早起了一半 所以剛剛子晴唸的是 剛開始的啟動 你把電池剛裝進去就說 喔 好 可以了 所以就像剛剛徐老師在講 手機呢 要充電 充完電以後要開機 開完機以後要打才有用嘛 你只是裝了手機充完電 嗯 好了 這樣子 所以下面那一句是 所以下面這個 在佛教稱為 佛母人員咒 那在密教也是稱為人員咒 這個人員咒非常的好用 恩咒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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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美國 relaxed 它這個呢 除了幫助我們能夠讓 所有的緣分桃花事業能夠圓滿 而且可以讓你自己本身的氣場 磁場可以變得正向 從副相變正相 從今天可能哭兮兮的臉 到變成冒美 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啟動呢 對 我們就從 其實為什麼是7點到11點 7點到1點 其實實際上要啟動這些能量體呢 它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會比較 時常比較好 因為沒有干擾 好 不會有人 那老師如果一不小心 會不會遭到一些你知道 就是萬一聞好了 中邊的好朋友 對 其他的好兄弟 其實以我們臨學來講 不是只有晚上才有 對 任何時間都有 而且在這個時間點 是我們的心境會比較平靜下來 對 而且其實正面思考 當你真的有周圍的人靠近的時候 表示你念的咒語是有用的 他才聽得到 因為他剛才說是要念七七四十九天 到底正確是要念多久 好 每天在念的話 其實我們以心理學來說的話 21天就可以啟動你的能量 因為你專心的在想 如果有對象的第一項 你有對象的 就念這個叔叔阿姨這一段 唸了 唸了 每天唸多久時間 三到五分鐘 因為讓你專心 人的專心度不夠專心 所以他會有一個時間 然後唸完以後躺在床上 你就開始 讓他收尾